九合一大選落幕 令席次大崩盤 台南攤頭勉強守住 得票卻不如預期 市長當選人黃偉哲 雖然剛經歷勝選 談到議會局勢 語氣卻很沉重 我能著力的部分比較少 因為我個人也還沒有上任 賴前市長賴院長的一個 他的一路走來 他是很堅持的原則 我相信我也會評持這個原則 就是不用行政資源 去換取議會 做議會跟議員做交換 有別於前市長賴清德 強力主導府會 這次台南市議員席次 民進黨從28席變成25席 國民黨維持16席 台聯1席 時代力量1席 5黨14席 總共57席的台南市議會 過半要29席 民進黨佔有執政優勢 但至少也得爭取4席同盟 而國民黨也有一波機會 市民已經把這個訊息釋放出來 今天開始會跟5黨籍接觸 來看看能不能合作 那因為5黨籍加上國民黨是過半 不過半其實大家都心裡有譜 會再來尋求其他5黨籍的一個 比較友善5黨籍的一個共同的合作 那基本上來評估 應該要達到過半 機會是很大的 非常的樂觀 針對議會主導權藍綠不約而同鎖定第三勢力 從得票率消掌也反映出藍營版圖持平 台南基本盤仍是綠營沃圖 但對在台南深耕20多年的執政黨來說 確實出現重大警訊 歡迎新聞前衛江顯東 張元春 台南報導 好